为什么MacBook和高端的笔记本电脑都会配备USB Type-C 雷电三接口 很多同学搞不清楚USB Type-C和雷电三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又有什么联系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它们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USB Type-C 什么是雷电三 其实USB Type-C和雷电三 它们都属于USBIF组织成员开发制定的 这个组织专门开发和制定关于USB的标准 组织里的主要董事会成员有苹果 惠普 英特尔和微软等公司 我们所说的USB和雷电三指的是传输标准 常见的有USB2.0、USB3.0、USB3.1 而雷电三相对特殊异性 它是英特尔联合苹果共同推出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雷电三接口最早出现在苹果的电脑上 当然不同的标准之间有不同的传输速度 那Type-C其实就是接口类型 除了Type-C还有Type-A和Type-B 由于Type-C是和USB3.1的标准一同推出 所以许多人会理解为Type-C是USB3.1的传输标准 不过这样的理解是不准确的 接口类型和传输标准是没有固定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见到USB3.1的Type-C 我们还能够见到USB3.1的Type-A 以及USB3.0和USB2.0的Type-C接口 还有雷电三的Type-C接口 所以不能只通过接口类型判断传输标准 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符号来判断它们的标准 简单来说Type-C就是接口类型硅谷 像USB3.1和雷电三就是传输标准 USB3.1Type-C对比雷电三主要差别在带宽上 更大的带宽代表了能够支持更大的传输速度 和支持更强大的功能 USB3.1Type-C只能拓展出一个外接显示器 而雷电三可以拓展出多个外接显示器 并且雷电三可以通过显卡屋来外接显卡 另外雷电三支持NVME写域的硬盘 这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好的传输效率 所以Type-C和雷电三之间没有比较性 只是USB3.1或者雷电三的标准 应用在了Type-C上而已 当然USB Type-C的接口出现 解决了中端用户使用产品的接口标准 不统一的问题 这样使用起来就会方便很多